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在现代社会,减肥似乎成了许多人生活中的永恒主题 很多人都试过少吃多冻,尽可能压抑自己的饮食 追求这一个更苗跳的身材 然而,我们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 瘦身其实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 如果你还在少吃多冻 我们强调瘦身其实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 不用强迫自己吃的苦不堪言 重点就是顺便瘦了 而不应该让减肥成为一种苦痛的折磨 今天的影片,我们将深入探讨这种顺便瘦了的概念 带你重新认识食物和生活 并分析减肥过程中的各种要素 重新认识减肥 不只是热量控制 传统的减肥观念往往注重于热量控制 极少吃多冻 以达到体重减轻的目标 然而,我们认为减肥应该是一个更全面的过程 不仅仅是将热量收拾平衡的问题 根据管理大师的四项线理论 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瘦身过程中 哪些要做是重要但不紧急的 例如热量 哪些是重要而且紧急的 如荷尔蒙 甚至还有哪些是不重要但紧急 或不重要也不紧急的 比如环境还有运动 这种全面性的观点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身体的能量 实现减重的目标 生活就像管理一间公司 将生活比喻为一间公司的营运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减肥过程 不要只是减少成本 砍薪税 而是应该改善公司的营运体制 同样的 我们需要关注身体的整体状态 而不仅仅是热量摄取和消耗 自律的重要性 自律是减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要素 然而 我们强调错误的自律 还不如不要 在选择性自律时 我们可能会尝试健康的绿茶 却将薯条加大 在压迫性自律时 我们可能过度规划和控制饮食 这是因为身体不听话 减重充满了不确定性 控制能够让我们得到安全感 但一旦计划打破 就会使我们变得更脆弱 难以达成目标 有许多不同的饮食法 如生酮饮食 杜坎饮食 地中海饮食等 每种饮食法都有其独特之处 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 关键都在于善待自己 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只有当身体感受到舒适 并不感到压力和亏待时 才能够成功实施减肥计划 不管你选择哪种饮食法 都应确保摄取足够的 蛋白质和健康的油脂 同时避免不良的 饱含脂肪和人造奶油等 长时间断食也不建议 因为这可能对身体 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总结而言 减肥不应该是一种痛苦的过程 而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机会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食物和生活 将减肥视为一个全面的过程 注重身体的整体健康 选择自律时 应该避免压迫性自律 而是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 无论你选择哪种饮食法 都应该善待自身 以达到减肥的目标 减肥可以成为一种愉快的过程 让你顺便瘦了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观点 一个关注身体和心灵健康的减肥方式 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你在减肥过程中更加自在 并实现健康的体重目标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